揭露比亚迪的真相 结果被长城给投诉了 这事还真发生在我的头上 前两天不是发了个某大V开180的时速 车方程报报5油耗的事件吗 结果长城举报我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这事就很奇怪了 到底关长城什么事呢 给大家理一下 这位某大V时速开到180这个事情 是方程报汽车官方公布的 而且还有清楚的时速走势图 你说这要是A股的图 我做梦都得笑 所以他开180应该不是我瞎编的吧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吧 这位大V也刚因为国道超速受到交警的处罚 但是依旧对方程报提出的高速超速部分 避而不谈具体什么原因 咱就不知道了 说不定别人在憋大招呢 是吧 但按道理来说 到目前为止 都应该跟长城毫无关系才对 那就得说说第二点了 从网上的视频资料显示 这位大V是长城坦克品牌 沙漠学院的院长 就算不是长城的正式员工 也至少是个合作伙伴吧 这位院长在方程报油耗事件之前 曾经拿过坦克字板来对比方程报 那这会不会有一点 求证旁证主办协办单位都是我的人 你怎么跟我斗啊 的感觉呢 毕竟你身份这么特殊 有人质疑你的公正程度也很正常吧 作为一个观众发出这样的质疑 难道已经是不可以了吗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我说的也只是这位沙漠院长的个人行为 你要说我侵犯了这位院长个人的名誉权 我还能够理解 但是 关你长城什么事 我侵犯你什么名誉权 这个对比是你让他做的吗 难道方程报事件也跟你有关 难道这一切都不是这位院长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个人行为吗 难道